杂乱的空间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因为杂乱的空间 有一股杂乱味 休战机了 就算整个大宇宙很混乱 只要自己知道秩序 搞清楚东西放在哪里 不就好了吗 嘿嘿 事情才没这么单纯 至少研究都指出 混乱的空间和环境 可能会影响你的身心 且让我们一一说给你听 首先 我们的大脑是个秩序狂魔 如果把衣柜 桌面通通塞满 视觉上的混乱 可会消耗大脑中的认知资源 增加认知负荷 导致专注力下降 工作记忆减少 再来 混乱的环境 也会让我们产生 更多的压力荷尔蒙 甚至影响人际关系 如果你在乱糟糟的房间睡觉 也容易出现睡眠问题 难以入眠 睡到一半突然惊醒 都是可能出现的状况 接着 混乱也让我们吃下更多零食 曾有科学家做过实验 受试者在凌乱的房间里 比起热量较低 相对健康的苹果 选择巧克力的几率多出两倍 不仅如此 可能还有肥胖风险 根据统计 房间脏乱的人 体重超过标准的可能性 比一般人多了七成 但杂乱无章也不一定是坏事哦 曾有研究指出 凌乱的办公桌 能增加我们的创造力 重点是 只要我们能在混乱与整洁中 找出专属于自己的空间秩序 不会带来压力 自己觉得舒服 乱一点又何妨